第三章我們要講兩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什麼是策略 然後我們會介紹一個跟上禮拜講的 Extended Form不一樣的寫Size的方式 那叫這個Normal Form 那Normal Form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張介紹 是因為Normal Form另外一個名字就叫做Strategy Form 我們會看到為什麼 那所以我們先定義一下什麼是Strategy 那上禮拜一吧 我介紹這個Size的歷史的時候 我有稍微講過說 其實在歷史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是 有人定義出來什麼是策略 那你當下可能聽的時候會覺得 就是我很好講 為什麼需要定義清楚什麼是策略 那我們就拿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 這個我現在放這個遊戲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A-Tags 那你不一定要玩過這個遊戲 你只要你有玩過這個遊戲 你有這個選角 這個Pick and Ban的概念 你知道我來講什麼就是舉手 所以大部分都有這個經驗 那你想像一下假設今天 你是要給一個遊戲新手 或者說進入這個正式比賽的時候 或者再講 假設你想像今天有一個這個遊戲的超級高手 他打到世界級比賽的選手 然後幫大家寫一個這個指南 教大家怎麼做這個選角跟Ban角的這個指南 OK 那這個策略他會怎麼寫 他會跟你寫說 嗯 我只選 我就是選某幾個角色 然後我就是Ban某幾個角色 就這麼簡單 媽 這樣寫缺點 或是說 沒有cover到的點是什麼 聽說 對 對 所以有可能 我說我要 我要選 Sorry 我要選什麼角色 然後 這個 我叫你說要Ban哪個角色 可是結果 第一個是 欸你說要我選的角色 別人已經選掉 或別人已經Ban掉 那你要我Ban的角色 別人已經在前一輪已經選走了 OK 那我根本就 我沒辦法用你這個指南 所以這個指南要寫的真的詳盡 他必須要告訴你很多條件 對 要是 這些是什麼T1的角色啊 這些是T2的角色 所以T1的要是 T0的可能是什麼 非選即Ban 就是要嘛你要選他 不然你要Ban他 不然呢 到了 那假設這些都沒有了 我才考慮T1的角色 以此類推 可能他還有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 使到好幾頁 才能比較完整的說明 給你聽說 這個策略應該長什麼樣子 好 那考量到這個問題呢 我們是什麼 第一次 這個 strategy呢 這個說 A strategy is a complete contingent plan for a player in the day 這邊的key words 是complete contingent plan 什麼是complete contingent plan呢 我的意思是說呢 在每一個這個player 他需要做一個決策的時候呢 你都必須告訴我 他應該怎麼做 這樣才叫做一個建議 或是 這才算是一個策略 或是一個人跟你講他的策略的時候 他必須告訴你 在每一個他需要做決定的時候 他要怎麼做他都會跟你講 那上禮拜我們講的 這三聖訓論的時候也教過了 就是說 什麼時候一個人需要做決定 就是在一個information set上 他需要做決定 不一定是一個decision now 有可能是多個decision now 這個合成 是在同一個information set之下 那他在那個information set 他就必須做了決定 所以其實這句話就是說 A player strategy describes what he will do at each of his information sets each information sets each information sets 根據這個定義 大家都會怎麼樣 好 定義看到囉 那我們馬上來實踐一下 這是上禮拜我們看的那個 Casper和Eisner的這個game K和E在玩的這個 這個製作電影的這個game 好 那請問 如果是這個Casper的話呢 他的strategy可以有什麼 什麼是他其中一個strategy 不是也可以通常講一個他的strategy嗎 請坐 留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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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好 還是給你 但是呢 這不是啥 等一下 抱歉 這不是啥 這是錯的 我們再回顧看一下定義 A player strategy A player strategy to describe what he will do at each of his information sets 那 這位同學剛剛犯了這個錯誤 which是一個非常常見的錯誤 在座可能很多人都有一樣的想法 剛剛都想回答這個答案 但是他根據這個定義錯誤在哪裡 請說 什麼 什麼 沒有講到information set 沒有講到information set 嗯 不是 但是 差點 很接近了 跟information set 一切有關係 我都當語氣特別強調的嘛 At each of these information sets 在他每一個information set 你都要跟我講他要做什麼 那這位同學做的錯在哪裡 請說 他沒有講 就沒選到 沒選到 沒選到等於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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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可以具體的講是哪些體驗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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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要不要 沒錯 OK 好 那 你可能會直覺覺得這好像很奇怪 他竟然我如果一開始就說他要Stay了 後面不是都不會發生的嗎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我要具體講得清楚 等一下我們會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 的確 這邊其中一個這個Tasker Ister的這個Strategy 完整的描述是 在第一個information set 他會Stay 第二個information set 他會Produce 第三個information set 他會Early Release 這是其中一個Strategy 他總共有幾個Strategy 選擇 試試看吧 打錯我也給阿 對不對 一個 打錯了 是 Cas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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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他會有幾個 他的Strategy 是 四個嗎 你 我叫他 你搶先 你說 五個 五個 不會是幾數 也 也錯了 也錯了 後 後面先 六個 六個 也不對 現在 現在只給對答了 其中 其中 兩個有錯 二的三四方 好 什麼意思 say or leave 兩種可能 produce 或不produce 兩種可能 early release 或不early release 兩種可能 二乘二乘二 所以八種 二的三四方 他有這麼多種 任何其中一種組合 都是他的一個Strategy 總共八種 有看懂嗎 好 那 嗯 最簡單的 寫一個Strategy的方式 我們怎麼寫呢 就是把這些Label 做一個組合 欸請多 如果say之後 應該就不會是所謂的 欸這是我剛剛說的嘛 就是 我就算你要講say 他後面還是必須要specify 那好像是 你剛剛講的二乘二乘二乘 都是在 這裡 這兩個都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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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Stay後面的 應該都會 都是只剩一個兩種組合 沒有啊 Stay後面我還是可以兩個 這就是我剛剛在說的 你每一個人回去賽 都必須告訴我他在做什麼 你的意思 imply說 他Stay了之後 後面這兩件事情 就不會發生 或是他只能選擇其中一個 可是這不是真的 我們必須把 你Stay只有 只有表示 他會走向那邊去 沒有表示這邊 我的選擇被reduce 那 這 常見的錯誤的想法是 就是說 因為他Stay了嘛 所以他不會走向那邊了 所以我們不用分身排那邊 那我等一下會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定義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怎麼寫一個Strategy 像這樣一個簡單的game 我們怎麼寫他的Strategy呢 這邊 第一個人 他就很簡單 他只有H跟L 兩種可能性 所以他只有兩種Strategy 你就寫他的Strategy 是H或是L 對第二個人來說呢 他有 第一 他還有兩個Information Set 分別的是一個是HL的選擇 一個是Hpl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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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Hplug的選擇 所以他的策略組合總共 策略選擇總共有2x24種 4種怎麼來 就是你會怎麼寫呢 你會寫 你會寫H Hplug HLplug 你可以寫他其中的策略是H L 啊 對不起 H Hplug H Lplug L Hplug L Lplug 這樣總共四種可能 這是我們寫的方式 等下你看到我其實類似的東西 就是代表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定義一些Terminology 和Notation 好 我們說呢 我用這個大寫的SI呢 表示這個Strategy Space 什麼是Strategy Space呢 對Player I的Strategy Space 意思是說這個SET呢 他把所有的這個I可以使用的Strategy 都收在這個SET裡面 的一個集合 OK 就是說像剛剛那個Cast的人 Case裡面 他這個SET裡面 沒有幾個元素 就有八個元素 這八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分別就是 他的啟動一個Strategy 總共八個 那小SI呢 他是大SI的一個元素 他就是這個ClearPi的其中一個Strategy 那我們會用一個指標 Strategy Profile 講的是這個 等於是大家的Strategy 這個Game裡面 每一個玩家的Strategy的一個組合 OK 我們寫作這個S S呢是一個Vector 它是分別有S1到SN 那這個S1到SN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有N個Player 它每一個人的其中一個Strategy OK 所以小S表示其中一個這樣的Strategy的組合 那大S呢 大S就是這個Strategy Profile的這個 整個遊戲的Strategy Profile的組合 那大S呢 或者你可以想的是小S 就是沒有下標大野人的小S 就是沒有下標大野人的小S 會是這個大S的一個元素 大S就是Covered 所有小S元素的一個大集合 大S就是Covered 那數學上我們可以寫一個Cartesian 新Product 寫作S等於大S1乘以大S2乘以點點點 成高大S等 同一片都會給你們 不用抄 先確定自己有聽懂嗎 這樣子 定義 這就指定義跟notation 我要先清楚 就是我接下來都會 這整學習 我都會大量使用這些notation 所以你要看懂 是在寫什麼 通常小寫 我們代表那個個人的決策 大寫 我們就代表是一個整體的 OK 好 那 嗯 然後加小標 愛一支個人的嗎 OK 好 那我們還會用一個 比較經濟學才會用的term 剛剛那些請 你如果修過一些數學課 你會看到很類似的 這個notation 那 比較經濟學的term 就是這個 負i 我們用這個負i term呢 表示 除了i以外的其他人 扣掉i 這樣 所有人 1到n個人 扣掉i 所以我們寫小 這個 小S負i 意思是 剛剛那個 si 這個profile 就是每一個人的 strategy 貢獻一個 s1 小s1 小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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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i 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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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s3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剛剛s就是包含了一到n 我現在把i拆下來 再跟你說 s是i 跟負i 組合起來 這不是好像多次一局嗎 可是問題是 我們在這個sage的討論當中 會大量的討論到 我的策略是什麼 別人的策略是什麼 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需要把我跟別人先拆開來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練習一下 照剛剛的定義這個 strategy and strategy sets 會是什麼 這邊簡單一點我們就直接講strategy sets 這個sedge請問 第一個人的strategy sets 長什麼樣子 第二個人的strategy sets 長什麼樣子 有人嗎 請 兩個人 第一個人應該是APO 這三個是B APO是三個是 第二個人應該是 就是包含在傳第一個 就是AA AP跟AP 好 好錯 這個這次 因為你剛拿過這次 不可以 第二個 他第一個是對的 第二個是錯的 你要不要拿過 你要不要拿過 好 那給你 你說 第二個人也是AB 就是A 就是A 就是T而已 對不錯 第二個人只有AP 根據定義嘛 他只有一個Increation set 對吧 他只有一個Increation set 那個Increation set 也告訴我他要玩ASP 就這麼簡單的 OK 所以 這是剛 這是剛 這是剛第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Game 這邊 我已經寫出來了 S1呢 類似的概念 他有這個 他總共有 兩次做決策 第一次是O 或是I 第二次是這個B 或是A 就有點像上禮拜 我跟你們玩那個 Sentity Game 武功那個遊戲 類似的那個結構 O O就是Cashout I就是繼續玩 好 那所以 S1根據大家同樣的邏輯 他總共有四個 這個Element 在他的這個Sentity set裡面 分別是OA OB IAID 那S2呢 就是這個 第二個Sentity set 很簡單 他只有一個Increation 就只有OI 好 所以呢 你注意這邊 我們就 這就回到剛剛我們討論到的問題 這邊 The definition of a strategy requires a specification of player I's choice At his secondary set even even in the situation in which he plans to select O At his first green set 他一開始打算選O 我還是可以選OA跟OB 這是根據定義 所以你應該真的要問的問題 不是根據定義為什麼我們寫出來是這樣子 根據定義他就是可以寫成這樣子 你要問的問題是說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定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定義呢 經濟學裡面我們會討論一個東西 叫做理性 那如果我們要研究理性這件事情 我們不能只是說 他一開始會選O後面怎麼樣做 我都 就算今天O 這個 他選擇O不會打到後面的理性 可是 假設 就算今天是個平行事件 他到了這個 需要選擇A跟B的時候 他做什麼選擇 都是理性的 我們不會這樣定義一個人的理性 我們定義一個人的理性 會定義在 他即使 這個 不會被碰到 我們會用reach 這個字 不會走到那一步 我們要確認 那個不會走到的那個未來 他是理性 我們是要確保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將定義他 OK 再來是 對player2來說 他必須要有一個對player1的believe 一個信念 這在上禮拜實驗當中 我跟大家的這個後續討論 其實也有看出來 其中 真的不記得誰 有某位同學說 我之所以一開始 會這個 不會馬上cash out 做player1 是因為我覺得 我reflex下去 到了下一步之後 他會覺得說 這個 我前面的人都沒有直接cash out 所以我會 想要繼續走這個 對 那對player1來說 如果他 就單純的只有想到自己 cash out 結束這條路 他 沒有去想 如果他cash out 就根本不會有這個player1的事情 欸 player1如果在那邊 他如果cash out 也不會有player1的下一次 那也不會有clear2的下一次 對吧 所以如果他今天只有單純的想 自己怎麼做決定 當下怎麼做決定 他沒有辦法去想像別人在一個 未來的時點怎麼做決定 他沒辦法去形成一個 這個正確的信念 這個故意 他沒辦法想像說別人在做什麼 那就很難去 呃 實現那種事情 有些時候 舉例來說 但再舉個例子 我之所以選擇 一開始就 譬如說 不進入一個市場 跟某個廠商競爭 是因為我覺得 我進去這個廠商之後 這個廠商會怎麼做 這個廠商會開始 就是跟我銷架競爭 然後我最後會虧錢 我最後會找出來 我想像到一個 更不會發生的事情 但我必須要form一個believe說 player1會怎麼做 那個另外一架 他會怎麼做 有聽懂嗎 好 如果這個解釋 呃 那什麼是believe呢 我之前講到是不夠明確的話 believe是一個conjecture of what strategy the other players use 所以是去 一個猜測說 另外一個玩家要做什麼 假設另外一個玩家 可能做很多 你可以猜測 他一定是玩某個策略 或是玩另外一個策略 你也可以猜測說 他可能是玩這個策略有 呃 呃 對不起我剛剛講策略講錯 他可能是走某個行動 他可能是走 A還是B 這兩個行動 但是你也可以說 他是有60%的距離走A 40%的距離走B 這也是一個conjecture 我的猜測是長這樣子 ok 好 那假設剛剛那個理由沒有說服你 這個理由 剛剛那個理由其實是真正最根本的理由 如果沒有這樣子 你沒辦法定義清楚理性 你沒辦法去定義清楚player2 或是player1 就是player對另外一個玩家 我的例子是什麼這件事情 我沒辦法清楚地定義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剛剛那個理由 一個更簡單理由 就是 人可能會手滑犯錯 會選錯選項 那 一旦我手滑 那 呃 如果你的策略就是 我要玩O 我根本沒有考慮後面的 這個A還是B 那我 假設我今天手滑我玩的I 那球員真的輪到我 我到底要不玩的I 你的策略沒有spersive 所以有另外一個這個 假想的這個 情境 各位可以時常放在腦袋裡去想像 你想要看你的策略 夠不夠玩的 ok 你想像成說 假設今天 呃 那 要玩某個game的時候呢 你 3號 不能夠真實的玩這個game 你得找一個代理人幫你玩這個game 那這個 你要給這個代理人呢 你就是得寫一張紙條 給他說 你要怎麼做 ok 那這個紙條就必須把各種可能的狀況都包含進去 那這時候 就必須把每一個gamegamege side 我該怎麼做都講清楚 ok 所以 假設我只寫 select O ok 那其實這個是不夠的 這個指數 這個指數 那 這邊是另外一個練習的例子 S1 就是UD 是簡單的 U或D是簡單的 Player2 總共有幾個 還有兩個 上面那個AB 跟下面那個CE 所以是 AB跟CE的交成 總共四種 S3呢 它是總共有兩個Everaging set 一個是一個Single Decision-Node Everaging set 在R跟T之間選擇 另外一個Everaging set 是綁了兩個Decision-Node Everaging set 它要在P跟Q之間選擇 所以它就是RT乘以PQ 所以總共也是四種 所以它的這個 Strategy set 找一個樣子 就是 這個大部分 現在應該都看不到 好 好 那 這個就更複雜一點 OK 第一個玩家總共有兩個Evering set A B C 的三個Action 第二個選擇是W或是Z 這邊甚至是 我只有我自己選C 我才有可能去選W跟Z 我選A根本不會到W 我選B根本就不會到 不會到說 我需要選W跟Z 可是一樣 Bi definition 我就是要寫A B C crossW 總共3乘2 6種 上面寫6種 然後 S2反而簡單 它只有一個Evering set 所以它就是XY兩個選擇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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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再講一個 剛剛講的都是這個 你的Action都是一些 有限的選項的Case 我們講一個無限選項的Case 這個GAME叫Public Good Game OK 這邊兩個Clare呢 他們要決定 要貢獻多少 到一個這個慈善的這個計畫 那 呃 如果這個 最終這個計畫成功的話 對這兩個人來說 都是有好處的 他們的好處呢 如果換成金錢的話 價值是900 呃 對不起 這是另外一個 這邊是 這邊是講說 如果 呃 如果兩個人總共的捐欠 大於900 的話 這個計畫就會成功 那 一開始兩個人是各有600 那麼合起來 如果捐欠超過900 就會成功 OK 所以呢 那 然後這個Clare呢 是依序做這個Contribution的 第一個玩家 先選擇 0到600 之間的一個數字 決定要看確定多少 Player2呢 會觀察到這個 Choice 然後 3個Player呢 會再貢獻0到600 好 呃 我剛剛講錯了這個 所以如果這個Project成功的話 對這兩個人來說 價值都是800 所以 這個 對這個 Player1來說 他的payout就是 800 減掉這個x 如果這個計畫成功 x 他捐欠的數量 他捐欠價就是沒了嘛 所以他捐欠300 假設最後成功呢 他的好數是800 減300 這個意思 那對第二個玩家來說 是800 減y 那如果不成功呢 那800就是0 所以兩個人就是分辨拿到 負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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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1呢 很簡單 s1 他就是 這個 strategy size 你能把他所有的strategy 收起來 所以他就是一個 0到600的b區間 這樣就是把所有的 0到600之間的 時數都收起來 對吧 0到600之間都收起來 可是呢 你像他 Clear2的策略 所以他有幾個 increation cell 他是有什麼increation cell 他有什麼increation cell 上面有寫啊 He has an infinite number increation cell 為什麼他有 無限的increation cell 你說 小數點是無限的 小數點是無限的 0到600之間 對 你要說的就是0到600之間的時數有無限多的 所以對於每一個他的時數選擇 你想像是他畫一個數一開始七點 每一個0到600之間的時數 他要畫一條這個數字出去 他要畫幾條數字 無限多條 對應到每一個無限多條的這個點後面 都是一個S2要做第二個Player要做決策的點 他是不是就無限多條的embring cell 那我這樣要怎麼寫 這樣是不是很困難 那可是有一個數學上很簡單的解法 就是我把它寫作一個function 我這時候就說S2呢 他是一個從0到600 映射到0到600的這個function 我寫作這個y等於S2 就隨便寫啊 你可以寫作別的一種形式 意思是反正這是一個function 從x對應到y 你丟一個x進來 我就給你的y 我把這個function寫清楚了 那任何數字丟進來 是不是都有一個對應 對吧 所以我就把無限多條可以收集掉 可以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trick 就是把剛剛的問題就順便寫掉 請說 這就是你的function要找好 你的function必須要找好到確定的答案 你找一個一對一的函數啊 舉例來說 你找一個一對一的函數啊 不一定要一對一啊 其實也可以多對一 但是你 你舉例來說 你可以是一個多對一的函數 最簡單就是 s of x 等於300 不管x跟多少 我都覺得300 這也是一個strategy 這也是一個strategy 所以他的strategy 他的strategy的組合是一個 sets of functions 他是很多functions給幾顆 剛剛這個無限的case講完了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這個normal form 那我們先回顧一下 在這個extensive form裡面 每一個game呢 我剛剛都可以找到 一個這個 player的strategy size 對吧 好 我們先不考慮無限的case 我們就是考慮有限的game case 我就是可以找出這個strategy size 已經就有幾個元素 那 每一個 這邊我講的是strategy profile 就是指兩個人的strategy的組合 你把 這裡面假設兩個玩家 兩個玩家的這個strategy 各取一個出來 就是其中一個strategy profile 對吧 這個strategy profile呢 就會 unique的 這個 嗯 嗯 告訴我說 這個game 會怎麼玩 而且會玩到 哪一個終點 這上禮拜講的 就是 一棵樹 你每一個節點都講清楚 它會怎麼走了 那 這個樹就只有唯一的一條pass 會通到 我們在特定的這個終點 每一個終點 也對應到了唯一的pass 對吧 所以 你把兩個人的strategy profile 都 都定義清楚了 我就知道這個game怎麼玩了 那 這個 既然我已經知道這個game怎麼玩了 怎麼玩到最後了 我就也知道 根據那個數 最後都會 那個terminal now terminal now 對應到兩個人分辨哪 多少報酬 對吧 好 所以呢 給我一個這個小s 從這個大s 裡面抽出來一個小s 就是一個strategy profile 就是一個 你怎麼玩 第一個玩家怎麼玩 第二個玩家怎麼玩 的組合 這個小s呢 丟到一個function 叫做ui裡面 他就 他丟出來的數字 數字 就是說 假設這兩個人是這樣子玩 那對這個i玩家來說 他最終拿到的payout 會是多少 所以u1 ofs 就是說 對flare1來說 如果我照著 你用s1這個strategy 對方用s2這個strategy 最後你們玩起來 會到 哪裡 我看到一些confused的眼神 我再寫清楚一點好了 我這邊說的s 是一個s1 跟s2的一個strategy profile 所以這是某一個 s 對不起 player1的策略 這是某一個player2的策略 那 那u1 ofs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對player1來說 如果你 你自己玩的是s1 對手玩的是s2 那最後我會拿到 那個terminalNode上面 的第一個數字 我拿到的報酬是多少 那s2s就是對第二個玩家來說 會拿到多少 這可以嗎 那這個function 我們知道 payout function 好 那在這邊呢 ok ok 這邊是我剛剛其中的例子 s1是這個sets s2這個sets 那他的這個 呃 一個舉例來說呢 U1 of O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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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 OAO就是 一開始這個player1 會選擇O 嘛 那其實這邊就結束了 因為第一個選擇O 我們會達到的點 就是22 那個點 對吧 好 到達22那個點 對第一個玩家來說 他就會拿2 那IAI呢 IAI會走到哪裡 I走這裡 第二個玩家也I 然後你是A 所以我會拿到4 好 那對第二個玩家來說 IAO呢 第一個玩家 I 第二個玩家 第一個玩家 在這邊A 可是我在這邊O 那反正 結局就是這裡嘛 所以我拿到3 看懂這個payout function 你在幹嘛嗎 就這麼簡單而已 就是 只是照定義 然後我把它 收集他 最後拿到4 好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 如果有這個規則 我就可以把它寫做一個 舉證 這個舉證長什麼樣子呢 OK 左邊我收的是這個 第一個玩家 他的四個 這個strategy 上方我是收這個 第二個玩家 兩個strategy 那我就總共定義出 4乘2 總共8格的這個舉證 對吧 那這個格子裡面 我要放什麼東西 這一格是什麼意思 就是第一個玩家 如果玩的是OA 第二個玩家玩的是I 這個策略 請問最終兩個人 分別會拿到多少報酬 那答案是這一格嘛 所以是22 以此類推伍可以把八格都填滿 那注意我們通常這是習慣 會把第一個玩家寫在這邊 第二個玩家寫在上面 然後這一個數字就代表第一個玩家拿到多少 這個數字代表上面這個第二個玩家拿到多少 這是一個習慣 基本上一定要follow 不然你寫出來的東西別人看不懂 因為別人習慣的是另外一個方式 除非你非常具體的講清楚你是另外怎麼寫法 不過那樣真的是找自己麻煩 不如你就國外照大家的這個convention 好不好 所以呢 一個game呢 我說它的normal form 或是叫strategic form呢 它的元素是第一個 你要告訴我哪些玩家 1到5個玩家 那它的這個strategic space呢 s1到sn 大s1到大sn 你要跟我講幾句 每一個人的strategic space strategic space就是 就是左邊那一串跟上面那一串 然後payout function 每一個人的payout function要定義清楚 有了payout function 你才能把這八個櫃子裡面的數字切換 可以嗎 不能嗎 好 那有了這些之後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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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方式呢 尤其是在它是兩個玩家的時候 然後呢 每一個玩家就只有有限策略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方式 然後化成一個matrix 你在這個經濟學原理的課程 或是甚至就是 什麼網路影片之類的 講到賽局的時候 最容易看到的圖 也就是這種matrix圖 因為它講的一個最簡單的狀況就是 只有兩個玩家 兩個玩家的策略都有限 這個有限的話 非常有限 通常就是兩三個 所以最多是一個三層三 甚至是一個二層二的矩陣 就可以描述 OK 那這邊再講一次就是這個 Row是Player1 Colon是Player2 然後這個一個Cell呢 就對應到一個這個 Strategy profile 然後在這個Cell裡面 它就是payout factor 那這些是一些常見的 normal form games 那上次也有稍微講過 我們定義說 比如說 左上那個墊叫做matching tennis 不是只有說 你具體要這個-1 1-1 什麼這樣子的一些組合 才可以 我把它舉例來說 全部成10 其實也是同樣的一個賽局 因為我們賽局 其實是在意的這個 相對大小的概念 那這些只是給你看一下 後續我們在很多章 然後幾個都還要再代過其中幾個 我這邊知道 你看一下說 有各種不同的畫法 那你應該要看懂 你應該 應該要能夠看懂這些 就是 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看懂的意思是說 舉例來說 呃 matching tennis 好意思是 第一個玩家有兩個策略 H或T 第二個玩家也有兩個策略 H或T 兩個人都玩H 就是E-1 兩個人都玩T也是E-1 兩個人玩的是一個T 一個H 你應該選的就是負1 我說的這個負1 第一個玩家哪 負1 第二個玩家哪 這樣 你要看你這個圖 這樣子 這種形式 OK 好 那 呃 這個 no-no-phone game 其中一個 看這個角度 你可以想成是 他是兩個玩家 然後 三個 一開始 在做決策 而且你 在做決策 就是像 比如說 球犯 會進那種case 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們說他獨立關在兩個房間嗎 就是那種case 然後他們獨立的做決定 好 那 你在這邊 應該要問的 你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我們可以把一個樹 轉成一個matrix 對吧 你在這邊可能心裡會有一個疑問 或是 你如果想的夠多 你應該會有疑問 那我可不可以把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matrix 轉回去 轉成一個樹 覺得可以的舉招 覺得 不行的舉招 好 不行的比較多 好 覺得不行的 有沒有要說下去直覺 覺得為什麼不行 因為兩個是一對一個 就是 對 他不能轉 就一定不是一對一個 那要講一下他為什麼不是一對一個 呃 例如 就是 轉成一個 轉成一個 就是 他會想 轉 好 我們 那我們如果 有點直覺但不太知道為什麼 我們看一個例子 左邊的兩棵樹 大家腦袋轉換一下 請問 這兩棵樹是不是最終都是畫成這個圖 對吧 第一個玩家選擇是A跟B嘛 第二個玩家選擇C和D 兩個case都是 所以上面寫AB 下面上面寫CD 他們能拿到的報酬 A對C都是12 A對D也都是12 A對B對C是3E B對D也都是20 對吧 所以兩棵樹都可以轉成 那個 兩棵樹都可以轉成 那個矩陣 對吧 那這叫我們多對應的問題 那請問 我今天如果把左邊遮住 只跟你說右邊 然後要你畫一棵樹 你怎麼可能畫出來 所以這個反過來做這個轉 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者說至少in general 不可能 好 那 這其實是一個在這個 賽局論的這個學界 常常 就是已經 爭論了很久的就是說 到底這個normal form 有沒有把重要的這些 information 都放在這個裡面 放在這個game裡面 那 這邊呢 這個 呃 要真的扯這個細節的話 這第一個 太理論太數學 再來是 遠遠超過這堂課的這個soul 所以我們不會談 所以我們不會談 呃 我們 所以我們不會談那個細節 但是我們 應該可以發現說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想像說 當這個normal form呢 它是 這個game呢 它是 所有的player呢 都是 呃 在觀察到 任何人做決策之前 我們同時做的決定 或是 就算是依序 可是我做決策的時候 看不到別人的決定 OK 最簡單的一開始答案就是 我所有人都 我就想 簡單一點就是 所有人都同時選 比如說 我們在 就算這些在場 所有人都同時選 也沒關係 那每一個人只能選擇 哪一個主板出來 是正面或是反面 舉例來說 這樣子的遊戲 那 它 這個方式 我用normal form寫 還是這個strategic form寫 會是一樣的 我說一樣的 兩個沒有 information 上的差別 它不會說 我用normal form寫 或者 講白話也是說 normal form跟這個 這時候寫的表演三身風 它可以完全的一對一對 我只要知道 實在這些條件之下 做出來 剛剛這個 這個case 就違反了 上面的case 就不是 我剛剛說的case 就是 兩個人同時 兩個人同時做決定 是第一個 第二個玩家 觀察到第一個玩家 做什麼才做決定 所以我如果rule out 這個可能性 那寫這個就是可以一對 簡單來說 那這種 大家 就是 同時做決策 然後 做完決策 就大家看 大家各自做了什麼 就做決定的game 這種 最簡單的game form 我們叫做one sharp game 就是只有one sharp 就是一次要結束了 或是叫做static game 就是不是dynamic game 是靜態的一個賽群 ok 好 那 這個guided example exercise 呢 我們就 留到下 這個禮拜五 再來做 剛好這樣 十塊十分 我們就先下課了 好 好